现在登场的就是中国运动员马龙 我们看到这个是双方的对阵记录 马龙2比0领先 张宇珍在世界最高排名上也是就是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当中来到过世界第8位 目前她是世界排名在第10 其实我们纵观这个16位来到蓝丹总决赛的16位选手当中 虽然说现在整体我们看到乒乓球比赛当中 亚洲的运动员也是整体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我们看其实这16强当中尤其是南线 16强当中依然是日本和韩国都只占了一席 虽然他们整体的实力还不错 但是在顶尖的方面 日本队这次16个人当中只有战本之和 韩国队只有张宇珍 主要席位被咱们国平队给占了 咱们多了以后他们肯定就自然就少了一些 相对女线来说 女线韩国和日本就整体上亚洲会占的名后更多一些 因为就像说的欧洲那边他也占了五位 咱们国平占了五位 这就已经十位了 确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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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35岁 现在世界排名第三 已经是在职业赛场18年之久了 真的是太棒 太优秀了 张宇珍同样也是有28岁 也不是非常年轻了 但是也在现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 也是在不断的依然在突破 其实28岁对于乒乓球运动员来说 应该是一个黄金点 他这种技术啊 包括比赛的经验啊 成熟性啊 都应该是最高点的事 而且他整个的身体的竞技状态 还是在往上走的一个阶段 疫情的竞技状态 也不是很难忘记 把刀子救了 那么这个 nécess导致力 없어 不是很难忘记 关于是一个人的独身 以后这手画有点 记得我们可以吸引 我们不够对 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比赛 马龙帅先发球 一上来张宇珍的那种接发球 接发球抢攻还是很积极的 因为明显是能够感觉到 张宇珍一上来就是一个拼的姿态 打得也是非常的凶 这应该是地板上的 赞助上的地标出现了一些问题 张宇珍觉得有点危险 所以打了一分之后 刚应该是已经踩到这个位置了 打了一分之后就比较谨慎地提出了 对这个位置希望来把它固定一下 对这个位置 合作 马龙发完球以后 台内控制 找机会上手 这种盯住台的能力 这种意识是非常好的 张雨震的特点 找到机会 我就要用正手 找 beş 好 好 好 他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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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震的特点是什么 他的揭发球主要还是以控制为主 逮入机会了以后 反手有一板高质量的揭发球 一板暴拧 对 像我刚才说的 他算准了 他会给一下 他不像这种反手体系的运动员 基本上都是先以拧为主 然后配合这样控制 因为他拧完了以后 他打 主要打相持 因为张云震的正手反手不行 他拧完了以后 如果是反手衔接不了的话 他会成为被动 漂亮 这马龙虽然挤着在拉 但是眼睛那边也是瞟着 张云震的一些动态 你一动 手外一勾 马上到直线了 退了半步 连续两个揭发球这些得分 对 马龙丁半出台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 这球回摆没摆住 给了张云震上手的机会 给了张云震上手的机会 其实张云震这个接发球摆短 还是难度系数挺大的 他这么摆的话是很容易冒高 但是呢 同样也会有一些这种隐蔽性在里面 但是形成这个局面 张云震基本上就是很被动很被动 气势上已经弱掉了 你看对 他反手明显站不住 这个就是打法上面 现在有明显漏洞的时候 在这种顶尖对决当中 是很容易被对手抓住的 一个财用的运气球 馬龍 加油 馬龍 對於馬龍來說 所以說只要盯住張宇鎮的一個正手 這種強行的這種搶拉 這個點上面稍微注意點 所以時不時的 一定要有感於從正手有一些突破 你要去調動他一些 牽制他一些 漂亮 不然他拉得太好 你絕對你一冒頭 對於龍隊來說就是機會 其實這球就出台那麼一點點 但是馬龍拉的時候呢 手抬得比較高 從檯面上抹過去的那種感覺 你看這一局 就咱們觀察來說 半鐘臺最少得了三分 直接半鐘臺得分 就是對龍隊來說 他是在這些點上面 這些細節上面 要比一般運動員做得好很多 好很多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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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球想得很好 就發完球以後沒有銜接上 打張宇貞這球 拉得也是有點薄 沒有完全合上力 球不是特別賺 這個發球很關鍵 這球其實馬龍倒沒有什麼變化 但是張宇貞呢 揭發球當中想法過多 他以為發完球以後馬龍會側身 所以他想從馬龍的正手位去調動 反而給自己增加了揭發球的難度 五位失誤 這場轉 張宇貞發球有一個側旋的這種低拋 旋轉是比較強的 而且他不是完全的側旋 他板型還稍微比較平 有一點點帶轉不轉的 這種感覺 連續兩個激發球的五位失誤 這個是判斷的 以為出台了 稍微有一點點 但是這球不太好處理 好球 好球 其實多打個相持段當中 馬龍是很舒服的 因為在相持過程當中 馬龍辦法更多 對 而且再一個 跟張宇貞打第一局 有時候不太好站住位 因為他打球也是變化特別多的 你正常逮住那一板 他是很有殺傷力的 有了 漂亮 太精彩了 兩個人也是彼此的調動 對 再看一遍 你看你張宇貞正手好 我比你更好更強 而且步伐 我也不輸你 非常精彩 12比10馬龍率先拿下了第一局 第一局也像國正老師說的一樣 確實會打得比較辛苦一點 又是第一場又是第一局 其實誰上去都是邊打邊在走 比賽這種感覺 沒錯 就像說的場地的感覺 這種燈光 觀眾包括還有對手 因為他倆畢竟很多年沒交鋒 對 從17年 那次壓迷賽南團 那次交鋒完了以後 到現在都多少年了 七年了已經 對 其實兩人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馬龍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全面 對於張宇貞來說 對於比賽的成熟度 比賽的衝擊力 也比以前要更好一些 你想這個17年 張宇貞那個時候可能才21歲 對 那個時候是很年輕的 其實我相信馬龍今天也是 做足了這種困難的準備 可能第一局贏下來以後 我覺得第二局 馬龍會更加的心定一些 打得會更加的游人有餘 能夠很好地把整個局面控制住 需要第一防的就是張宇貞 這些比較突然的一些出手 可能經過第一局之後 馬龍也會心更定一些 在面對這些出手的時候 對 但是我覺得他的那幾下 破不了馬龍 因為張宇貞還是靠正手得分的 但是其他的點 太多容易都能夠被馬龍牽制住了 不光是反手的一個點的問題 正手轉 那這都是機會去對馬龍來說 就選擇很多位置都可以把你活活地鎖死 那發球正手短反手長 隨便發 怎麼發都行 第一局上來的時候馬龍發球 張宇貞這樣膩地去擺短 這樣有點不適應 這個馬龍銜接上稍微慢了一些 但從第二局第一分一上來 馬龍就有準備了 那你這麼擺我順勢再回擺你一個 你看他全這麼擺 打衣服上 是不是他全這麼擺 馬龍現在就知道了 就不就擺到我的中間偏反手為這個點嗎 嗯 因為順著擺是難度是非常大的 我不知道張宇貞為什麼會選擇這麼去擺 好 剛剛第一局其實也有好幾個球 都是他在擺短的時候 形成了馬龍的進攻的機會 因為一上來還是馬龍有點不適應他這個擺短 他節奏啊包括動作還是有一些 這個變化 他要去 打在這個點上面 因為馬龍呢反手這條線 雖然說力量這個不是他的這個強項 但是他的速度啊 節奏啊 攻防轉換啊 這個能力是非常優秀的 對 很好 你看 這就是我對足以後 我有時候要適當的邊線牽制你 因為張宇貞對足以後側身 用正手 這下是他的得分點 嗯 這是他最大的威脅 好球 好球 確實他的這個進攻的速率非常非常快 對 你看他幾個好的揭發球 就算準了一半暴擰 然後就直接側身 你看韓國這種傳統打法 都是靠正手吃飯的 嗯 是吧 你一旦他正手不用了 他基本上就完蛋了 你看 防守啊 這種能力都是比較不利 就是對於張宇貞來說 就是非常非常 這種傳統性的這種打法 所以其實面對他這種 比較突然的這種節奏啊 還是要穩住自己 對 偶爾讓他打一兩個沒關係 對 你把他幾個能夠得分的點 你給他算好 你看 你看 反守衛底線長的 撤得非常快 加油 這時候張宇貞在反守隊的時候 也有一些變化了 他不是說 一味著跟你去搶速度 他往後退後半步 追著你 也讓你持不上勁 我持不上勁 也讓馬龍也持不上勁 這個就是相手戰當中的一些變化 通過節奏來給對手 製造一些困難 你看 算準又來搏你一下 還行 還行這招 像張宇貞這種打法 就是必須靠算 每一分他對落點的判斷 對手的戰術的變化 他必須得算得很細 很精準才行 同樣對他的這個手感 要求也是 很高的 很高 但是所以他比任何一項 他雖然說他在某一項當中 比平 其他運動員要強 但你跟馬龍比的話 就還是比不了 你比算你也算不過 比正手能力其實也差不多 但是呢其他的技術 馬龍就比他強太多了 還是打到這種高水平比賽當中 就像您在前說的一樣 他更需要一個均衡的 對 因為現在的發展 必須得全面 不能有明顯的短板 第一是你要有得分點 第二你必須區別全面 如果你光有得分點 漏洞很明顯的話 你也很難在超一流水平線上 保持一定的水平 我們看到 到目前的這場比賽 張以珍還是把自己的一些 打法上的特點 發揮得比較好的 因為他只有靠那個 他打其他的得不了分 他打了打去就打那些 你看 反正手 你根本不敢對 最多靠 靠完以後 側身跟你肉搏 只有靠這個 你看 找機會就馬上側身 漂亮 漂亮 這馬龍的防守能力是很強 嗯 出台了 張以珍追了一分 張以珍的主要是靠正手 你要真出台了 這樣反手底線長的 那種出台的時候 張以珍的正手能力是很強 確實是有下分能力的 他就像以前這個 航空隊這種傳統吃飯 像柳生銘 就靠正手吃飯 靠比賽的這種算計 然後找機會用正手得分 正手是他最強的火力點 是嗎 是嗎 一對反手的時候 他全在那架 他手都回不來 全在這個地方 太勉強了 他打的反手是虛的 十一比八 馬龍又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賽 而且馬龍的反手 還不像梁寧坤 不像樊仁東 是吧 可能力量比較大 這個質量比較高 但馬龍的反手是有節奏變化的 算你有節奏變化 有時候會讓對手會更難 更難受 因為他有時候合不上力 跟不上你的節奏 你一變化 他老是感覺卡不上點 張宇珍在經過了2023年這一年之後 其實目前的世界排名也是穩中有進 應該是上漲了 對 2023年年初是第18位 現在在2024年第一周是在第10位 他我覺得還是很穩定的 我覺得除了前面這9位吧 其他的相比相贏他是很難的 對 因為他比賽當中的這種應變能力 戰術的使用性 包括膽量 其實都是非常優秀的 而且他確實是有自己非常擅長的東西 因為他的得分點他是非常突出的 好球 你看現在打開了 打開了這個落點就全來了 整個的程序又全部啟動 你在哪邊找人 這球拉得比較輕 可以再往前贏一點 擺得太好了 3-1 所以打張宇貞到目前為止也是使不上勁 這局在八球上面也是在制約張宇貞 因為現在馬龍越來越新定了二人領先 我就正常發給你打槍池 他也知道槍池 但是這個你也不行 對 對吧 剛開始的時候還是有一點點 特別第一局打的時候還是有點小心 不太敢去對 因為張宇貞有時候對完突然一下側身 那這種去搶衝啊去搏殺 那一下其實危機還是挺大的 馬龍還是剛開始的時候在目處 但現在大家都知根知底了 已經很了解了 節奏已經被馬龍完全牢牢控制住 我就不用擔心了 我隨便發個球都形成相知段 就算了 張宇貞想測身測不了 所有球都把你簡化了 形成對反手這條線 他就完蛋了 所以說其實這個比賽過程當中 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 就馬龍即便知道他的重點 他也沒有一上來 就是說我就跟你想辦法去打到反手 對 因為他倆是一個很長時間沒打 比較生疏 再一個都這麼高水平 你知道他落點你也不太好抓 你也不能一直抓這一點不放 對呀 你一個不好抓 一個也不能一直抓 你得有變化 這個變化呢 還得隨著比分的變化而變化 是這樣的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大家鬥智鬥勇 鬥心理 鬥技術 就是鬥到這個層面上 就是更高級的一些 看龍隊的比賽又是這樣的感覺 對 你看 是不是 現在第三局直線就越來越多了 知道你要測身了 循序漸進 對 我也不著急 你到最後你只有用這個來得分 我就給你正手了 你看 你一發力 而且張宇敦習慣性的發力就加組合 就加正手 這是一個組合拳 龍隊的這種步伐還是非常好的 你看這個點 測身測得很快 而且動作很小 拉球的 拉球拉過來的點也是非常的快 合力合得很好 他為什麼不直接擺到馬龍正所段 全是這麼立的擺 沒招了 漂亮 這已經不管那些了 就給你拼刺刀了 直接往正手偷藏了 而且問題是 你要正手偷直也行 你還發在一個中間位 這就是已經接近崩潰狀態了 實在是不知道該往哪打了 對 一個側領 馬龍正要控制一下節奏 對 好球好球好球 這場比賽最 最 時間最長的一個 對 多快的 最多 還要暫停了 每個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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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5 5 緩一下上來的兩個揭發球 我要一個就行 所以其實叫暫停 用暫停上面也是有講究有學問的 如果這個二個就行 這個很奇妙 一個很奇妙 我們在訓練中 我們開始完成了 我們在訓練中 我希望可以拿走 我現在也有機會 才來到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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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